第六课 吃葡萄 我家院子里有一棵葡萄树, 几年来一直半死不活的。 不料,去年竟然长出了许多叶子, 还结了许多葡萄。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 那一串串紫红色的葡萄, 看了真让人高兴。 摘下来一尝,特别甜, 就想送一些给别人尝尝, 让大家也分享一下我收获的喜悦。 我把葡萄送给一个做生意的朋友, 他接过去, 用两个手指捏了一颗送进嘴里, 说,好吃,好吃。 接着就问, 多少钱一斤? 我说不要钱, 只是想请他尝尝。 他不愿意, 说不能白吃, 坚持要付钱。 没办法, 我只好收下了他的钱。 我把葡萄送给一位领导, 他接过我的葡萄后, 一直注视着我, 然后低声问, 你有什么事要办吗? 我告诉他, 我没有什么事, 只是想让他尝尝这棵老树接的新葡萄。 他吃了我的葡萄, 但是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得出来, 他并不相信我的话。 我把葡萄送给漂亮的女邻居, 他感到有些意外, 他的丈夫更是一脸的警惕。 我很尴尬, 忙说这是从自己家的葡萄树上摘下来的, 很甜, 很好吃, 想请大家尝尝。 那男的像吃毒药一样吃了一颗。 没想到, 那天晚上, 他们家就传来了吵架声。 我把葡萄送给隔壁的一个小孩, 他吃了还想再吃。 脸上露出甜甜的笑, 嘴里也甜甜的说着, 这种葡萄好甜哪, 谢谢叔叔。 然后一蹦一跳的把葡萄拿走了。 我很高兴,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人, 一个真正吃葡萄的人。 二、生词 葡萄 来 半死不活 不料 竟然 许多 叶子 叶子 熟 串 子 摘 分享 收获 喜悦 生意 手指 手指 捏 嘴 嘴 白 住室 低声 低 表情 病 邻属 邻居 邻居 意外 丈夫 警惕 尴尬 毒药 磕 船 吵 吵架 隔壁 隔壁 蹦 票 真正 五 练习 练习 语 语音 语 语 变音 变调 葡萄 辅导 辅导 生意 生意 收获 受获 意外 以外 真正 真诚 二 朗读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不比 不知道 一笔 吓一跳 无求 到处 人情好 不隐 随他 酒驾高